Hello 我相信在非有圈中 今年下半年的两件大事就是大疆发布了L3和Mini 4 Pro 两款无人机都搭载了全项避障 那么我相信购买了Mavic 3系列的朋友 收到了最新的固件更新 也就是现在无人机 它拥有了可以监看避障摄像头内容的这样一个功能 非常实用 那么这次大疆L3和Mini 4 Pro带来的哪些升级的亮点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Air 3的升级内容 第一项是支持和Mavic 3一样的飞行辅助的影像功能 如果之前给大家说的 你可以在屏幕中看到避障摄像头的内容 那么这个功能在对于你比如说倒着飞行 或者是测飞的时候是极为有用的 因为这两个方向是我们在飞行时候的视觉盲区 当然飞机有着全项的避障 但是对于一些细小的树枝或者是线缆之类的 你用你自己的眼睛直观的去看 也会为你提供多一个保障 第二是新增的这个全项智能跟随系统 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八项智能跟随的基础上 它新增了自定义的跟随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选定这个跟随主体之后 我在这个罗盘上可以划出 我想要的这个跟随的运进方式 比如说环绕 渐远渐进等等 那这个功能的改进 大大丰富了你在跟随时候的运进方式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 那接下来这个中长焦镜头呢 现在也支持了这个球形全景的这样一个设置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就是因为 三倍长焦这个镜头拍摄出来的球形全景的 它是不会做一个合成处理的 它只会给你照片 所以你要自己合成 这点大家要注意 第四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那在拍照模式下呢 现在的L3可以支持数码变焦 主摄像头呢支持的是 一到三倍的这样一个变焦 另外这只中长焦的镜头 支持的是三到九倍 最后呢是这个eSIM 现在支持的是连通和电信的 可以切换运营商的这样的功能 但是呢我所在的地区 并不支持无人机 对这个eSIM的这样一个使用 所以没办法测试这一点呢 很抱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mini 4 Pro 首先一样 它和这个Mavic 3或者是L3一样 那mini 4 Pro现在也支持 这个飞行影像辅助的这样一个功能呢 那我们在飞行过程中呢 可以开启mini 4 Pro的避障摄像头 然后看到里面的内容了 其次是在跟随模式下啊 那手动调整跟随轨迹之外呢 mini 4 Pro现在还新增了自动模式 接下来Mini 4 Pro也可以连接你的FPV系统了 那利用这个DJI的Goggles 2或者是这个Goggles Integra 以及RC Motion 2来操控它像FPV一样飞行的感觉 最后一点呢 现在你可以关闭它有一个设定叫做视觉定位与避障的这样一个开关 那在你的设定里边你可以主动将它关闭 关闭掉之后的话呢你的所有视觉传感器都会失效 那这样的比如说你在船上或者在车上做一个起降会比较方便 那这个功能的话是一个新增的方便的功能 当然如果你想这个超低空飞行啊 现在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炸机的话我不管啊 那基本上呢这次就是这个大疆对于L3和Mini 4 Pro升级的一个内容 那另外呢需要给大家提到一个消息 那中国大陆地区从24年的1月1日开始 那国内飞行用户呢需要实名认证你的这个无人机飞行了 那DJI的这个APP呢 它也会做一个相应的一个交互页面 那方便非我们进行实名登记 那大疆很快在更新这个Fly App的内容呢 它也会出现这个弹窗的一个提醒 那会给你一些相关的指引 那实名注册成功之后呢 这个Fly App呢需要连网后台做一个笑宴 那我听说呢大概这个认证大概就是10分钟就能做完的 其实并不难 其实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 也是降低了无人机风险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对比一下我所在的这个加拿大地区呢 无人机实名认证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哈 所以大家并不会冒着风险去飞 比如说飞行超过限高等等这种情况 这是对安全的一个保障 那我个人呢是很支持的 那在加拿大比如说 你的每一台无人机的这个序列号啊 都是需要跟个人的这个社保信息是要绑定的 你需要登陆政府网站这个社保信息的这个网站 然后呢自行注册 那这也杜绝了如果无人机炸击伤害到其他人 或者是损害公共财产及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 没有办法到寻找到这个责任人的情况的发生 我相信你也会支持的 好了那这一视频就这样 下次见拜拜